相傳在很久以前 中國西北邊群山之間 有個細小的國家 叫做波拉巴 波拉巴王一向以文才治國 在位的波拉巴王十三世 就是一位崇尚文才 尊重知識的賢君 波拉巴王朝有一個獨特的規例 就是國王到了四十歲 就要立太子 仲王子不論掌誘 只要在武略和文才比試中獲勝 就有機會當選為太子 皇上在武略比試 可思王子和博多王子都不相伯仲 現在到文才比試 不如加些新的內容 新的內容 除了公題寫作 我們可以嘗試考對對 作詞考作自由題 這個提議 皇上 考試皆是新內容 可以比試王子各方面的文才 皇上 還可以用口試對答 來嘗試兩位王子的急才和應對 你們的建議很有新意 經過一輪商議之後 文才比試決定在下月初一舉行動 由太師做主考 中大臣負責議題 於是大家就期待著這個日子的內容 比試分三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考對對 第二個回合考作詩 第三個回合考寫文章 比試就是這樣開始 兩位王子的文師都很敏捷 各有各的文才 各有各的獨度之處 很快就到了最後一個回合 最後一個回合 是寫自由題 題目由兩位王子自行決定 自由題? 即是做甚麼? 兩位王子先找出一件 認為對國民最重要的事 然後說出它的重要性 哪篇文章內容豐富 條理分明的就勝出 太師 太陽也快下山了 況且兩位王兒也需要時間取材和構思 我提議不如明早再繼續比試 王子 究竟你想寫的是 是馬同樂圖 還是 是不是犯 王子 究竟你想寫甚麼 各樣都不是 國民最重要的事就是 火 王子 你 想到寫甚麼了嗎 我現在正在想 對了 是水 一切是生物 沒有水就不能夠生存 花 雨 人 水是生命之源 我小時候最喜歡玩水 水的功用有很多 我要把它寫出來 你快點給我準備紙筆墨吧 好啊 水可以用來玩 可以用來洗衣服 用來煮飯 我們要喝水 動物也要喝水 我每天都要打上去留花 那又多一項用途了 玩蓋要用水 原來水有這麼多用途 是不是全部寫完的 讓我想一下 水雖然可以用來玩 但不是主要用途 所以汽水這一點可以不寫 剩下的這四樣都很重要 我會分點列寫出來 那開始寫吧 不行 還要排一次再加 維持生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飲用寫最先 然後寫煮食 然後再寫清潔 最後才寫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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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想一下 每一點應該用什麼 例子來說明 有了 在遠古時代 天地一片七黑 直到人發現火之後 將黑暗和恐懼拒走 今天火已經成了不可缺少的用品 在日常生活中 不但燒菜和燒水要用火 取暖 照明等也要用火 如果沒有火 國民就沒有酵肉吃 晚上就不可以為著火堆喝酒跳舞 因此火既是世界的寶物 又是國民最重要的東西 是 所言合理 不過內容不夠豐富 繼續 請博多王子 水是生命之餘 水的用途很廣 就從我過國民的日常生活 談美吧 首先 在飲用方面 我們的身體需要水 來維持生命 我們每天要喝水 一個人可以半月不進食 但絕不可能掃天不喝水 在煮食方面 除了火 我們也要用水 例如 洗衣 洗工具等 都需要用水 最後 在灌蓋方面 植物需要水去灌蓋 如果缺乏水 用作物就會枯蓋 天地間 還有什麼比水更重要的東西呢 水 雖然是世上最平凡 但同時 是我國民最寶貴的東西 是 好 內容充神 你用點別方式 你都說明 有條有理 我現在就宣佈 父皇 火明明可以燒乾水 那應該判火贏 王兄 不過 如果把水留在火上面 又會怎樣 現在勝負已經分明了 請皇上安排大臣迎接 我自有安排 來吧 公主收到這隻薄 波拉巴國王會派 江當選太子的薄多王子 來迎接我們 就是所謂文材料得的薄多 我一定要向他顯影顏色 巴比公主 好多謝貴國的禮物 更加多謝你代表哥拉斯國來訪貝國 我都好多謝貴國的接待 不過 有什麼事 如果有什麼待問之處 不妨陳名呢 聽說貴國的太子以文才出眾 但是今天所見都不愛如是 你的意思是 我想如果我的文才給他優勝 是不是可以成為貴國的太子呢 巴比公主 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父王 或者巴比公主去 只是想跟我較量較量而已 果然聰明 輸了你就要給我半個江山 贏了 我個就連連進攻 如果父王答問 我願意跟你比試 於是 他們決意請 隱居山林的一象志師做主持 他只是用了一張草紙 回應使者的邀請 原來上面寫著題目 人生最大的財富 我還以為有什麼艱辛的題目 黎人 快點幫我打開書箱 還要納黑飛夾傳書 通知國師幫手 智思問 人生最大的財富 答案簡直顯然易見 公主 公主 我還不明白 還在你網外有的智慧 有請智思 智思 博多和巴比公主 都已經帶了答案來 你們認為 人生最大的財富 是什麼 人生最大的財富 就是智慧 愿文其長 人類與動物的分別 在於有沒有智慧 有些動物 看來也肯聰明 其實 那種聰明 也不過是一種本能 根本談不上智慧 人類卻不同 人會不斷累積經驗 創作生活的條件 智慧就是經驗之處 結出來的果實 人是萬物之靈 人藉著智慧 克服困難 挑戰環境 又藉著智慧 贏取土地 獲得榮譽 因此 人生最大的財富 是智慧 沒錯 人與禽獸最大的分別 就是在於有沒有智慧 將人與動物去比較 能夠突顯主題 博多太子 你又認為怎樣呢 我認為人生最大的財富是 親情 自出生的第一天起 每個人的心底 就穿藏著共有的財富 親情 先從父母情說起 小時候 有父母的看護 讀書時 有父母的教導 長大了 有父母的鼓勵 每一寸童年的回憶 都營聚著父母 誠之的愛與關懷 男孟子的麗子來說 孟母三千 正體驗了無愛之心 其次 手足情也是十分寶貴 童年時 可能一所事而不和 但過了一兩天 就會和好如初 長大後 兄弟姊妹更懂得 互相關懷和尊重 曹直思說 本事同根生 手足情平淡而真摯 一生受勇不盡 智慧 機運 財富 名誓 都不是於身軀內的 唯有親情恆久而真實 親情這種財富 一生中還會不斷加真呢 先從父母之情談起 再論及兄弟之情 分項說明 清晰可取 又懂得用 舉例 引用 比較等說明方法 增加說服力 那誰贏啊 博多勝 博多太子 你要多多充實自己 準備做個好王大人 博多 你比我更適合當太子 我永遠是你的好兄弟 太子耶 你的文章令我好感動 我現在才明白 人生最重要的是親成 你們波拉巴國 不愧去大國 我國會遵守樂言 圓圓進攻 得必 大家以禮相待 博多長大之後 統治波拉巴國三十年 人稱他為 智慧仁慈之君 他的智慧仁慈形象 永遠留在波拉巴國國民的心中 夫婦 太子 太子 以為 有 人 感谢观看